A 部分就不說了,純粹是拆過好 不過留意拆過好的技巧都是最好整理得好一點 所以我三行乘兩行,我就會用兩行來寫 同樣Y 平方的對齊,加起來就會輕鬆愉快 說回 B 部分,首先第一件事,很明顯的態度就是這個左邊 它只不過是用 Tang X 代表 Y 而已 那用這個寫法明顯就給一個提示 要解決這個三次方方程,你就需要因式分解,等於零 所以就寫回,… Ten X 凱 1 乘二Ten X 加 1 然後再乘 Propheten 2G x 加 3 是等於零 根據零值法則,什麼乘什麼乘什麼乘什麼等於零 即是因是這個因素等於零,還是這個因式至於零 還是最後的因式等於零 tang 一个什么角度才会让比例等于1呢? 这一个明显是一个特别角 什么角度会让对边对轮边是1比1呢? 答案就是45度 当然,题目是说X 是介乎0 至2π 即是默认了X 的单位应该是弧度 所以我们必须写回X 等于π over 4 这是第一个障碍的解释 但在一个圈里面 一个完整的圈 assertase chip 除了第一象限会出到正数的tang比例 第三象限也会出到正数的tang比例 所以又或者另一个情况 X 等于π 再加 π over 4 即是5π over 4 另一方面 如果当tang x 等于负二分一的情况 首先它出现在负数的话 一定是第二象限和第四象限 而我们用计数机 我们基本上只考虑正数的情况 即是第一象限的情况 由第一象限的角度 然后我们再推考第二和第四象限的角度 是多少 所以也是这个表 我们考虑的是 对除论是1比2 是正数的情况 到底这个角是什么呢 这个角呢 这个角呢 就是ass tangent 1 over 2 那你就算到26.565 什么度 记住这个是度 如果要转成弧度 我们先把它除180度 代表π 所以乘回这个比例 所以这个是0.4636 这个弧 套回我们说要第二和第四象限 所以这一部分呢 就是π 然后再减回0.4636 所以另一方面 第四象限的解数 就是2π 减回0.4636 所以就用计数机 这个就是2.6779弧度 其实你不写单位 我都会当是弧的 同样道理 另一边 tg 等于-3 所以我们找负的比例 都会在第二象限 和第四象限 找到 那也是用π 减去第一象限的情况 因为这个是第一象限 所以负3 我就不理的 我只处理三个部分 另一边也是 第四象限 2π 再减去ass tangent 3 所以这两个根 分别就是1.8多 和5.0多 这个弧 实际 在公开考试里面 M2 我们很少用近次值 多数都是真确值 只不过 这条问题 没有花心机去设计 是一些真确值 的意思